Hello 歡迎大家收看小米雙十一 這個這麼開心的雙十一 即是叫做光棍節 大家是不是都是自己一個這樣過呢 不過我呢 就覺得呢 最緊要熱鬧 就比較重要 所以今天呢 很開心 就找到旁邊 Pearl和我一起去慶祝這個雙十一 Hello 大家好 我是Pearl 很開心可以和大家一起度過 接下來的一個小時 對了 有Pearl陪著我們 各位觀眾 相信現在都應該是十分之興奮 在Facebook或者YouTube 正在看直播的朋友 如果想參與直播中的活動呢 快點轉去小米官網 me.com.hk去收看吧 沒錯啦 記住登入你那個meID 不如你講一下 今年我們小米雙十一有什麼特別呢 今年呢就真的厲害了 因為呢我們的優惠力度呢 一年比一年 去到這個2022年呢 我們可以說是全方位和沒有任何死角 很多種類的產品呢 都會折完再折啦 好像手機啊 家電啊 還有很多小米的生活用品等等都有 那就剛剛好滿足了全家人 觀眾朋友 快點叫家人一起看直播啦 對了一起看啦 那我們都現在不要吊著觀眾條癮啦 立刻開始這個奇幻的雙十一之旅啦 真的要 不過不過在開始之前呢 我們來一個熱身運動先啦 一會兒Lucas就會問大家一條問題 大家可以在畫面看到並且選擇答案 答對的朋友就有機會贏得 港幣一百一十一文無門檻的現金券 講到明無門檻啊 當然是全場都用得啦 哇 提提大家 今晚呢 用這個直播價來限量發售的產品 只可以透過呢 我們今次直播裡面發放 有條link在那裡 按進去才買到的 你就這樣按me.com進去呢 是用不到這個這麼低的直播價買 所以呢 有興趣的用戶呢 去回我們官網貼實回今天這個直播啦 剛才那個一百一十一元的無門檻的現金券 超划的 而且限量十一張而已 所以現在問題就來了 立刻給大家了 就是呢 今次這個小米雙十一的活動 我們這個優惠是由幾多號做到幾多號呢 答案A就是11月1號至12月12號 那B就是什麼呢 就是11月1號至11月11號 聰明的觀眾快點按 在開始一連串優惠之前 當然要跟大家update一下我們最新的產品 其實在較早之前 我們就推出了全港第一部 有兩億像素超級影像系統的手機 它就是Xiaomi的12T Pro 咦?為什麼是兩億像素的超級影像系統? 那跟優惠有什麼分別? 嘩,厲害 這個兩億像素的超級影像系統 首先用了一個1.22分之一寸的超大尺寸感光元件 它能夠大大提升那個吸光度 所以針對一些低光拍攝 就會效果有一個超大幅的提升 其實不單止的 因為它還配合了兩個軟件上的更新 有一個叫做Xiaomi的ProCut 一個叫做Xiaomi的ProFocus 兩個功能 手機的拍攝能力其實對比起上一代 是有超強大的進步 小米的ProCut和小米的ProFocus 又是什麼? Xiaomi的ProCut 首先說就是一個智能的構圖功能 適合一些拍照不太懂構圖的人 因為為什麼呢? 只要我拍完之後 其實手機就會自動分析 究竟相片裡面我們是拍攝什麼人 以及拍攝什麼背景 然後它就會自動裁設一個最適合的構圖比例 我們就完全不用想了 我就這樣看看這幅好像可以 這幅不行 之後得那幅我就直接可以分享上這個社交平台 真的很適合我的姊妹 我平時很喜歡叫他們拍照 其實構圖都不會拍到我超級尷尬 很簡單 我教你一件事 就是只要你不尷尬 尷尬的就是別人 你照顧不要理他 而另一個叫做ProFocus 它是一個針對人面對焦的功能 可以在我們拍照的時候 焦點就可以維持住 鎖定在拍攝的主態上 無論我怎樣移動或者他怎樣移動都好 都是拍得很清晰的 譬如我們平時拍狗仔 或者拍小蚊仔 都是清晰的 腹部都是 對了 你知道我的小朋友 我的小朋友 尤其是他喜歡跑來跑去 想和他拍緝美照都超難 真的不是那麼容易的 但是如果你有這個Xiaomi 12T Series的話 就不用擔心了 他除了拍攝功能夠厲害之外 其實性能方面都是頂級的 兩部機其實他們的處理器 都是用了最旗艦級別的最厲害的處理器 很有誠意 他的速度又快 用上又穩定 再加上他的充電速度去到120W 即是說最快19分鐘就可以充到100% 19分鐘? 那基本上起床拆過牙 他就充好電了 沒錯 真的很棒 我平時完全都不需要擔心 起床慢慢再充 出門口之前 包括他滿了電 今天我們帶來了另一個非常值得玩的全新產品 它就是Redmi Pad的平板電腦 這個平板電腦好像很適合我 我平時最喜歡就是煮劇 作為一個演員 我經常都要看前輩的劇來學習 煮一下煮一下就不肯睡 嘩 哪有人敢有上進心 既然是這樣 你就真的要試試這部Redmi Pad 因為首先他有一個10.61吋的超高清的2K螢幕 變成將電影裡面每個細微細節 都可以通過螢幕很完美地呈現出來 另外他還通過了一個叫做德國萊恩的低藍光認證 譬如我們平時經常看的話 其實眼睛很累都不知道 但因為有這個低藍光技術就不怕了 再配合有四個支援Doby Amos 立體聲的喇叭 就給了一個好像自身在現場的音效效果 夠了震撼了 不過電量夠不夠 你知道最怕就是看看劇沒有電的 對呀 這個不用怕了 因為Redmi Pad有8000個MH的超大電量 足夠了我們煮劇 煮足全天都還有剩 那這部煮劇神器究竟多少錢 底上加底了 Redmi Pad的6加128GB 其實售價只需要2,099元 真的超棒 那今天介紹這麼多的產品 就是適合爸爸媽媽 弟弟姐姐甚至乎家裡的毛鞋都對 真的任何人任何毛鞋都對 為什麼呢 因為每一個產品今天都會有一個直播優惠價 還要限量發售 今天的價錢可以說是全年最低 所以看好朋友千萬不要猶豫 盡快就要下單 因為所有優惠都會做到今晚的11點59分 你不是說笑吧 這部機器也有優惠嗎 當然啦 這次雙11小米也是搞手打的 自在讓大家感受到科技的樂趣 夠不夠誠意 不過誠意不只有港幣 是有趣的 我先展示給大家看 立即展示給大家看 首先我們來看一看這一部新推出的 Redmi A1 你猜一下這一部入門級手機 究竟它的優惠力度可以去到幾大呢 你可不可以介紹一下這部機器 我再猜 絕對沒問題 這一部Redmi A1 它的定位就是一部入門級的手機 但是它都一樣配備了 例如是AI的雙鏡頭 還有人像模式 以及HDR的影相模式等等 安心出行掃一些QR Code 或者掃一些針卡 真是飯飯店 日常生活 隨手拍一些snapshot 都絕對見得下人 它還有一個高達1TB的擴充儲存空間 多下幾部劇 拍多幾張照 都完全沒有擔心會爆了儲存空間 我看它的螢幕都很大 有6.52吋 20比9的全屏螢幕 用來看戲、看書都很對 而且透過5000的超大容量電池 以及10V的充電 輕鬆享受全日的使用時間 沒有擔心電量會不夠 它的外形跟你一樣英俊 還經過嚴格測試標準 確保內容性 最瘋的是什麼 就是這部機的售價 就算原價也只是699元 沒有最划算 只有更划算 現在就馬上會派發一張 Redmi A1的50元手機現金券 還有50元? 即是699-50 649元就可以入手 Redmi A1了 所以說大家今天真的沒有來錯 記住黏住我們這個直播 因為我們準備有第一個直播價優惠 就是以111元就可以購買 這部Poco C40手機 限量四部 Poco C40是一部超強的入門機 它有一個6.71吋的特大螢幕 還有一個6000兩日大電量 111元而已 你說值不值 那大家準備好了嗎? 準備就 3 2 1 搶啊 好 不如我們看看接下來的那部機 好 看上去好像這麼熟口臉 難道它就是9月底才推出的一部新機? 新機都有優惠? 不得了 不知道老闆是否設定錯優惠 不管了 今天雙11最緊要夠開心 這一部就是最新的Poco M5手機 首先大家要了解一下 究竟Poco這個系列有什麼厲害 它就是不會賣弄花巧 專注追求科技的極致和品質的可靠 而今次這部Poco M5就是全新推出的手機 這部主打手機遊戲的Poco新手機 首先它採用了一個MTK的Helio G99 6nm高性能8核心處理器 我知道 我知道 它還是全新內置Game Turbo 5.0 還有什麼這麼厲害呢? 它就是因為可以智能分析用家用手機去打機 沒錯 首先了解一下 發現到用戶用來打機 它就會根據用戶使用頻率 自動調整譬如彈出的通知 重要性 令到中斷遊戲連接的情況大大減低 一直打機可以很專心 是啊 你知道了 有時可以打機 那些信息彈出淡入真的很麻煩 是啊 真的很麻煩 不單是這樣的 因為其實Poco M5 它還內置了一個遊戲玩家而定制的遊戲相開模式 還有一個譬如遊戲的時候 突然間老闆找我 立刻兩個按鈕覆一覆它 說OK先 還有就是在Office辦公司的時候 還有一個關閉螢幕掛機的功能 想起都簡直是辦公專用 這個功能真的是玩家的覆音 如果聽完它的硬件 我怕你控制不住 尖叫出來 我也怕自己忍不住 不用擔心 Poco M5 它首先配備了一個 6.500吋FHD Plus的水滴螢幕 首先就可以提升螢幕 和手機的整體視覺效果 你玩手機遊戲 或者用手機來看一些 Full Screen的電影的時候 整個體驗都會更加好的 我拿上手的時候 都記得它很輕 我想它打幾個小時機都沒問題 那你就真的說得太對 你還說到兩個這部機的超級優點 首先就是它只是重201g 加上5000大電量 支援18W的快充 又輕身 狂打機都可以 又不怕無電 很全能 而且它也可以用一個 外置記憶體的擴展功能 加了RAM之後 擴展到最多8GB RAM 以一部這樣入門級的手機來說 是超大的RAM 打機自然更加暢順 大家千萬不要以為 做優惠價就不能選擇了 Poco M5還以優惠價發售 即是多少錢才行呢 多少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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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價錢是我們的優勢 所以從來都不是秘密來的 Poco M5的6加128GB 原價都只是1299元 嘩今天直播價我沒看錯嘛 1099元就可以帶它回家了 嘩 記住啊 這個優惠只是限今日內成功付款購買的朋友 我們面對著這個價錢和質素 只能說一句 Poco產品的價值真的遠遠超過它的售價 喜歡打機的朋友千萬不要錯過 這部就是拍照有成一億像素的小米11T 你真是太識貨了 這部小米11T 晶片首先採用了Dimensity的1200 Ultra 這個6nm的高效能旗艦處理器 可以給予我們的用家超強的速度感 嘩 而且它還支援5G的商卡 現在開關 大家去旅行的時候 多插張當地的電話卡 數據卡都沒問題 好 那說回這部機的賣點先 一億像素 剛才你有提過 但你知不知道其實一億像素 它有多清 我真的不知道 不如你幫我拍照吧 現在呢 讓我們放大一張照 嘩 我胸口這個貼紙看得很清楚 好好似 對啊 8177 7778 所以說一億像素 不單止拍得夠清晰 還在說我們放大細節都完全沒問題 還有啊 你知道吧 拍團體照的時候 放大有時候真的很蒙 有了這部手機 演員放大出來 都很清 不得不說 其實它還有一個叫夜拍的功能 只要透過一至兩秒的長時間曝光 就能夠大大加強影像的亮度和細節 令到照片在勁暗的環境下拍出來 都一樣可以做到每一張都很清晰 光線又很完美 還有一些女生最喜歡的很有氣氛的光線 嘩 直陽很漂亮 那些magic moment 嘩 用完這個功能簡直是完美 嘩 小米11T內置的5000mAh大容量電池 支援67W 超級快充 它真是不知道什麼叫無電的 當然 雖然它未去到我們最最最新的手機 但是呢 因為它其實真的是一部旗艦的手機 例如它這個120Hz的AMOLED超流暢螢幕 內置了Dolby Amos的全景音效技術 看電影、聽歌都給我們真正旗艦級的體驗 那我想問一下 雙11又有什麼優惠呢 嘩 我也想知道 這個小米11T白色8256GB 其實它原價是要3699元 嘩 雙11超級無敵 特賣價1,111元 限量兩步 這麼大力度的減價 是啊 真的限量兩步 就是這樣 觀眾朋友準備好 你數三聲 那就開始讓他們搶 我也想搶 好 那我數三聲 3 2 1 嘩 嘩 不得了這個手的速度我從來沒見過這麼大 恭喜搶到這個1,111元優惠的朋友 就算你搶不到絕對不需要擔心 因為現在我們就會馬上派發一個 200元的手機現金券給大家 而這200元的手機現金券 就適合全場的所有手機 所以買滿2,500元就可以使用 而且說到這裡 是時候要 什麼了 什麼 什麼 我今天來直播而已 什麼 不是 冷靜點 我意思是 小米直播這件事 觀眾 都不知道有沒有聽我說話 但他們最期待 一定是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就是 有獎問答的遊戲環節 那究竟答對了問題 又有機會贏到什麼獎品呢 嘩 不得了 又是老闆瘋了 他竟然要直接送出一部 小米12T Pro 嘩 而這次的問題就是 究竟以下哪一部機是5G電話呢 A就是小米11T B就是Redmi的A1 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的朋友 快點回答 說了這麼多吸引的電話 送了這麼多重量級產品 我們最後還有這一部 就是Redmi 10A 價位呢 Redmi 10A 只是三位數字 它內置了一個1300萬像素的主鏡頭 6.53吋的高清大屏幕 而處理器方面一點也不弱 採用了這個Helio的G25 8核心處理器 你又怎樣看呢 不是吧 這麼便宜的電話 它還要有齊指紋感應和AI面部解鎖 就算老人家用都很方便 講到老人家 其實這部手機還可以接收到這個FM的收音機 同時它又支援3.5mm的耳機插孔 很方便 就算老友想在家裏播電台的音樂 這部機也有一個強勁的聲音 滿足到他們的日常需要 沒錯 而智能手機就可以方便他們出街的時候 掃QR Code 掃安心出行 而Redmi 10A由於有一個5000的超大容量電池 所以使用的時間是輕鬆超過兩日 那真的很不錯 這樣就算老人家忘記了每天充電 都可以用到手機 你簡直是天才 有沒有想過買一部給家裏的長輩去用一下呢 你都沒說價錢 只是三位數而已 你說 三位數 都不會貴得去哪 還要再點點 原價其實它是799元 今天雙11直播價我們只賣699 699 那我買來做充電腦也可以 沒錯 這個優惠只是去到今晚的11點59分 所以看對的朋友 現在立刻就要下單了 咦 我看到有件事還沒說 嘩 你的眼睛這麼離開 這麼小顆都被你看到 這個就是Redmi Bus 3 Pro的 降噪藍牙耳機 好啊 這部耳機有35db智能降噪技術 而且還支援雙裝置鏈接 是啊 還有這個智能降噪技術 它可以判斷不同的場景 從而調整這個適應性的降噪深度 簡單來說 就是搭地鐵 或者在街邊比較吵雜的地方那時候 AI是會自動幫我找一個最適合的降噪的強度 而在一些咖啡店、公園那時候 就是沒那麼吵 它就會用一個比較均衡的降噪的模式 當我們去到一些再靜一點的地方 好像office或者甚至圖書館 它又會自動去到一個最輕度的降噪 最重要是它有28小時的超長續航力 還可以無線充電 所以看好這個耳機的朋友 請準備好你們的手指出來 因為雙11超低優惠的又準備出現了 原價429元的Redmi Bud 3 Pro 剛開始藍牙耳機黑色 現在只需要111元而已 限量10件 限量10件 真的手快有手慢沒有 現在我就倒數了 倒數完大家鬥牌按一下 好3、2、1 開賣了 哎呀 為什麼我沒有份搶的 我也很緊張 我也很緊張 我也很傷心 沒得搶 有你很緊張 我告訴你 因為直播期間 我們會不定時不停推出一些限量的雙11直播優惠價產品 如果你不想錯過這些那麼厲害的優惠 就真的要無時無刻都黏著我們了 好 接下來又應該介紹些什麼類別呢 不如就介紹家品類先 喜歡煮食又或者對影音有要求的朋友 真的要留心了 不如Lady First我先說吧 一眾主婦各位留意了 先為大家介紹米家的電磁爐先 這個產品我就最熟了 大家不要以為我不懂煮食 其實我偶爾都會煮幾尾 是的 請旁邊這位這麼嚴熟的用戶就介紹一下 好 首先這個電磁爐外表就英俊了 圓形的設計還非常省位 而且還可以做到99檔未調控火 想大火爆炒又可以 低溫慢煮都可以 這個電磁爐幫到你 Pearl 你可不可以給一些例子 分享一下一些食譜呢 例如用這個你覺得做什麼最好吃呢 大火就可以炒一下 夠和氣的乾炒牛殼、肉片 而低溫慢煮我就覺得雞胸肉最適合 它還有火鍋、煎炸、正煮、湯粥、炒菜 五種模式 總有一款適合你用的 糟了 如果我完全不喜歡煮食 那你又會怎樣推薦我去買這個爐呢 那更簡單 你會不會有空無事約朋友去家吃火鍋呢 它的火力十足加上 剛才說的99檔火力調教 你想煮滾又可以 烤著湯底也可以 聽起來真的很萬能 不可以打都可以看 米加電磁爐呢 它還可以連接APP去用 運作的時候 APP就會立刻顯示火力 還有攀飲剩餘的時間 另外通過我們專業營養師的配製 已經研發了超過100種的健康攀飲模式 可以滿足我們用戶不同的美食需求 真的很實用 居家必備的米加電磁爐黑色 原價是499元 而現在直播價只需要429元 我自己也很想買回一個 那我給你10秒時間 上去me.com.hk那裏就搶了 而我趁這個時間提一提 現在在Facebook 或者YouTube看我們直播的朋友 立刻轉回我們的官方網站 收睇 登入你們的米ID 才可以參考 現在在Facebook 參加我們這個直播活動 我們不要讓它停 不如繼續推介給大家的 就是米加的無線吸塵機G9 對呀 你想想 基本上我們每一個家 都必備一部吸塵機 是的 不過呢 怎樣選一部適合自己的吸塵機 才是最大的問題 所以這次我們就要提供一個 最好的選擇給我們的客人 米加的無線吸塵機G9 它配備了一個高速的數碼摩打 有三個吸力 分別是強力、標準和持久 適用於家裡不同的地板 可以清除隱藏的灰塵 高效清潔、減輕工作 令到全屋的灰塵無所遁形 厲害 我還看到它的刷頭很特別 那個模擦是V型的 你的觀察力是非常之強勁的 經過我認證 這個高扭力的吸頭 它深入垃圾的垂塵 而V型的毛刷 它可以深入一些凹凸不平的表面 在保護我們地板的材料的同時 又可以將微塵全部吸出來 我問你了 你有沒有試過吸一吸塵 刷頭有些頭髮不停卡住 當然有 我把頭髮那麼長 這個情況很麻煩 還要用手撩出來 超髒的 是啊 那你就要試一試我們這個G9 因為它有一個V型的毛刷設計 透過減少頭髮的吸入量 來幫助防止這些頭髮 哇塵在刷頭那裡 它還有一個很疏的梳齒形在設計 在吸口那處 它是可以自動拆走頭髮的 總之就令到不會有頭髮出現在這個毛刷裡面 哇那如果我家有地毯怎麼辦 會不會絕著毛呢 推不動部機的 你都說得非常有道理 很多觀眾應該都很關心這個問題 大家一定要放心 因為這個G9它有一個獨特的滾輪設計 可以令到吸塵器在地毯上面 輕鬆動提高清潔效能 聽起來是不是很全能很棒呢 那我又問一下你 它毛線的嘛 會不會吸幾分鐘就沒有電線 絕對不會的 在我們平時選用標準的持久模式下 吸一下灰塵 普通的毛髮餅碎 這個電量是足夠我們吸足半個小時的 而且它有五層的過濾 防止一些微層的洩漏 減少噴出來的風 不會造成二次的污染 哇那這個這麼好用這麼堅的 米加毛線吸塵器G9 到底在賣多少錢呢 哇 哇差點下巴都掉出來 原價1399 嗯 今天雙十一直播價 一千元都不用 只需要九百九十九元 就可以把它帶回家了 哇 限量一百件而已 所以決定要買的朋友 準備好呢 就快點按下面這條link 321開賣了 快點按啊 哇我們的氣氛這麼熱鬧 就不如我們現在派下限量五十元現金券 給大家 好啊 指定的放品 買滿四百元就可以用的了 跟著以下這兩樣東西 就真的適合了 喜歡打機或者看電影的朋友了 你說的是不是小米顯示屏1C 和這支小米TV Stick 4K 沒錯啦 小米顯示屏1C 它鮮薄輕巧 超薄7.3mm的一個機身 再看看它這個超窄的邊框 沉浸式的設計 無論是單獨使用 還是幾個螢幕拼碼 都可以做到接近一個無邊的體驗和視野 是啊 它有23.8英吋的IPS廣角液晶螢幕 高達178度的可視範圍 令到每一個角度的色彩全部都很漂亮很透徹 配合它1080P解像度的高清畫質 清晰自然細節豐富 令到我們可以精準掌握視角中每一個微妙的細節 進向真實的美感 而且它也有一個人體的工學設計 你看它這裡 那個螢幕可以隨意做一個視覺的微調 即不是我的頸去遷就它 是它遷就我的頸 用得久都不會出現這個頸痛 還有當然 低藍光也是我們用家的一個重點考慮因素 而且它還有一個螢幕可以多種接口 基本上什麼都有齊 作為螢幕我可以告訴你 這個23.8吋的螢幕 用來看劇打機 甚至文書處理 都是一個非常理想的視覺尺寸 最重要是它一點都不上位 又薄身 放在睡房我們可以搏遊戲機來打機 或者搏機器去工作 都一點都沒有問題 原價是1299元 現在直播價是1000元-1元 999元就可以帶它回家了 限量100元 好划算 好划算 我想問一下這個小米TV Stick有什麼用 這個很厲害 小米TV Stick 4K 它配備了一個智能的Android TV系統 令到一部普普通通的電視機 或者剛剛我所說的那部23.8吋的顯示器 搖身一變就可以變成一部上網 看到這些網上串流平台的電視機 是不是很神奇 那真的怎麼樣 很簡單 如果你在房間裡面 我們可能未必放得到一部大電視 甚至沒有位置可以放一個盒子 或者主機 這個時候我又想看這個 Youtube、Netflix那些內容 那怎麼辦 有沒有想過 整件事是否很刺激 沒錯 你看它的樣子都很刺激 難道每次都要花幾千元換一部大電視嗎 但是現在大家福音 有這支小米TV Stick 4K 你看到它的身材這麼小 就這樣插在螢幕後面 就可以在Google Play Store 取得超過七千個不同的應用程式 裡面其實是有很多可以看影片的App 你知道的 它配備了一個Android TV11的平台 播音樂、打機 到一些看我們的網上播劇 看電影等等 任何裝置都可以做到一個透放 是不是很方便呢 而且這個4K的超高解像度輸出 結合了Dolby Vision的技術 令到影片的畫質 會提升到一個新的層次 當然小米也知道 其實音效是非常之重要的 所以這次再新增Dolby Atmos 和DTS HD的技術 可以呈現到前所未有的豐富 寫實的音質給大家 哇 這麼厲害 而且它的外形籤效 內置四核處理器 效果強大 無論你在欣賞高解像度的電影 還是聽音樂 速度和穩定性都沒有問題 Xiaomi TV Stake 4K 原價都只需要469 但是今次我們直播限定限量100隻 即刻就劈100元 369元 你就可以把它帶回家 蛤 不過只有100隻 不用400元就可以把顯示器 變成Smart TV 那大家不要錯過這個Promotion 沒錯 其實小米真的有很多這些家居用品 不知道你自己最喜歡的是哪一款呢 你看到我這麼大隻就知道 我做去健身的了 而最近我就看到一支小米的 筋膜外摩槽Mini 它小小支又可以拿出去 挺方便 還有多個檔力可以調教 我拿回公司或者做健身都很方便 是啊 我看到你又大隻又瘦就知道 絕對是這個很需要用這一個的產品 適逢 又到了我們這個有獎問答遊戲時間 不如就用一下這一支 由Pearl推介的筋膜按摩槍來做禮物 只要答對以下這個簡單問題的朋友 就有機會得到Xiaomi筋膜按摩槍Mini的 商品兌換券一個 好 那麼問題就是 小米TV Stake 4K有什麼功能呢 有看的大家一定要知道 沒錯 A就是 將藥箱變成手式箱 B就是將手式箱變成 講笑而已 B就是將顯示器變成一個Smart TV 好難回答這條問題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沒錯 很重要可能是A 想問一下Pearl呢 你有沒有鼻敏感或者家裡有潤寵物呢 我兩樣都有 厲害 這一系列的產品呢 我接著來介紹呢 真的適合你了 這個呢 首先講就是小米的空氣循環蒸發器 哇 在你看它的樣子就已經知道它是厲害了 不過樣子不代表一切的 講多多少少功能來聽聽 香港的空氣污染指數呢 就出了名高了 因為呢 它有一個特別的機身結構 這個空氣循環蒸發器 在淨化的同時呢 可以輸出到8米的遠距離 循環空氣 所以是很適合香港使用的 加上循環線可以做到 例如0度 然後可能那個角度去到45度 或者那個角度再前些去到85度 向上的一個調教 變成可以將淨化之後的空氣 隨你喜歡傳送到家裡不同的角落 或者是做到一個大循環 所以淨化的範圍是會更加寬廣的 另外它也有效可以淨化到PM2.5 過敏源病菌等等 會令到我們鼻敏感很辛苦的污染物 而肺炎鏈球菌一小時的殺菌率 還高達99.9% 還沒說完 就是有鼻敏感的朋友仔留意 這部機對於一些寵物皮舌的過濾率 是去到96.75% 花粉的過濾率更加高達98.1% 這些都已經是做到 以空氣淨化器來說 一個非常之高的標準 嘩 聽到你說的數據 就知道它有多厲害 很厲害 如果你準備新屋入伙 那就真的要認認真真地考慮 便宜地買這部機回來 獨有的空氣循環淨化技術 就算是新屋裝修的甲存 都可以讓它做到一個更加純正的淨化 而這個同時也是你家裡一個智能的環境管家 等等 什麼環境管家 很簡單 有時你家旁邊 你知道現在建設那麼多新的基建或建設 可能家旁邊突然多了地盤 可能大家都會擔心地盤 如果有那麼多一些污濁的空氣 飄飄飄飄到我們家裡 就會搞到家裡的空氣質素會低了 很害怕的 而小米的空氣循環淨化器 就來自多種環境感測器 實時去監測室內的污染物 溫度和濕度的變化 透過這個OLED的大螢幕顯示器 空氣的質素就一目了然了 是啊 就算在待機狀態下 它都一樣能夠自動開啟淨化功能 即是說如果家裡的空氣是沒事的 那就不開 如果它突然發現地盤的髒東西 越飄越多蓋 那就馬上開 實時守護室內空氣質素 當然連完米加APP之後 我們拿電話搖距的操作 都絕對沒有問題了 今天這部原價3,299元的小米空氣循環淨化器 直播價只需要1111 沒錯 是1,111元而已 竟減2,000多元 這個價錢真是蝕著來做 限量兩部蝕著來做 大家手指應該都WARM UP好了 阿Pearl 交給你做倒數搶購 好 來了 3,2,1 開賣 如果覺得小米空氣循環淨化器太大部 就可以留意這部 西部的小米空氣淨化4 Pro 沒錯 它體積比較小 但仍然能夠做到多效的空氣淨化 三合一的過濾功能 它除了99.97%的0.3mA的粒子 實現超高效的淨化 真是不得了 我聽說空氣淨化的大小 和家裡的面積是息息相關的 那4 Pro究竟合什麼空間的家庭用的呢 4 Pro可以過濾到35至60平方米範圍內的空氣 嗯 而它淨化大約40平方米的客廳 只是需時15分鐘而已 不但它還內含了65萬個毫克的優質活性炭 我聽就知道超多 可以有效地去除一些異味 沒錯 如果你喜歡在家裡煮飯仔 或者最近凍飯又想在家裡打火鍋 又怕油煙味的話呢 可以開這部小米空氣淨化器4 Pro 沒錯 而這部機也都來自了PM2.5 和PM10的雙效雷射感應器 可以全面監測到空氣質素的變化 這樣就可以進行更加有針對性和更加高效能的淨化了 例如我那樣懶的人 只需要開自動模式 然後淨化器很聰明 它會實時監測空氣質素 再自動調控風扇的轉速 這樣就可以控制到淨化強度有多強 一個淚芯可以用多久 這個4 Pro 一個淚芯可以用足一年 所以很划算 小米空氣淨化器4 Pro 原價1899 今天的直播價只需要1499 限量100部 千萬不要說我不提醒大家 小米空淨一向都是我們的終極王牌產品 所以看對的話真的不要猶豫 立即將它加入購物欄和落單 好 順便介紹一下 就是這一部小米智能變頻電風扇2 Pro 現在溫度就開始下降了 那不是每次都要開冷氣的 有部電風扇放在家裡 就不失為一個很好的建議 超好 這一部變頻電風扇 充滿電之後還可以做到一個無線的使用 在家裡拿來拿去都不怕 對 不用忍著一條線拿出拿入 真的很方便 這個設計真的夠有心思 我們看看這個7片加5片的雙層線葉 這樣設計可以令出風又順暢又柔和 對 有時吹風扇吹著頭很容易頭痛 對了 小米的研發團隊長時間研究 還有收集了很多關於自然風的數據 就是那些山風、海風那些 那究竟是什麼感覺的呢 我們能不能夠在家裡做到這件事呢 最後真的被它成功研發了 一個專利的演算法可以將山上的風和海上的風那種不規則的變化 帶進你家裡 哇 完全是神還原自然風 先別說那麼多 小米智能變頻電風扇2 Pro 今天雙十一直播價是多少錢呢 其實原價是749元 而今次的直播價我們只賣599元 限量100部而已 大家記住了 直播價只到今晚11點59分而已 所以選對深水貨品就記得盡快Checkout 提醒大家 所有直播價產品都是超限量發售 所以大家真的不要錯過這個 全年最底的雙十一超底價 那如果拿下以下的優惠券 就有機會折上加折了 哇 那豈不是很划 因為我們即將派發的就是一個購買指定貨品 滿800元就即減100元的現金券 哇 這麼便宜 那大家準備好搶券沒有 來囉 3 2 1 去呀 我準備好了 不過我暫時搶不到先 希望一會兒還有 好 那現在說完家電 介紹有什麼類型的產品好先 介紹什麼好呢 不如我們說說一些適合寵物用的產品 好呀 你不說我也不知道原來小米是有出寵物專用的產品 對呀 我們品牌其實一向都會盡量照顧一個家庭全部所需的智能生活 當中寵物是很重要的一個環節 那你快點說一下究竟兩樣是什麼來的先 那這次厲害了 我們為了照顧寵物的全日需要 最重要就是喝和吃 首先有左邊這個小米的智能寵物飲水機 而右邊就有這個小米的智能寵物餵食器 那它又有什麼賣點的呢 你知道我這些貓爐對主子的要求真的很高的嘛 先說一下這個飲水機先 它就榮獲了20年的IF設計獎 這個設計是不是很漂亮呢 不過對於小動物而言 流動的活水其實代表著潔症可靠的水源 長期飲水不足或者飲水不潔的話 會對寵物的腎臟或者被療系統造成嚴重的負擔 那這部機能做到嗎 小米的智能寵物飲水機它的設計是模擬了一個山間的流水 利用循環水路帶來一些含氧量很豐富的活水 迎合動物的天性提升寵物對於飲水那種的興趣 而且也絕對不需要擔心他們飲水會有一些不好的雜質 原因是因為機內內置了一個四重高效深層過濾的過濾系統 可以阻截和可以脫走微細的粒子 毛髮、殘留的綠氣和可以導致腎石的尾離子 還有兩星的大容量已經足夠貓仔 或者中小型的小狗仔 飲用很多天都可以 聽來真的很好用 那小米的智能寵物餵食器呢? 這個更厲害 因為它可以全天候地代替我們不用那麼煩 可以自動和寵物餵糧給它們 跟我們的米家APP配對之後 我們就可以隨時控制出糧的時間和份量 譬如有時候我們家裡未必經常有人照顧寵物 我們又上班 在公司拿起電話打開米家APP 這樣遙距去控制這個餵食器呢 我喜歡餵多少也行 我喜歡什麼時候餵也行 整件事是不是很方便和很科學呢? 是啊 可以準時出糧這個功能真的很好 如果我老闆都認識就到了 那究竟市面上有很多餵食器都會卡糧 那小米這部會不會呢? 小米呢也都了解這個情況 知道這件產品最嚴重就遇到這件事 所以我們今次這部機呢 設計出一個獨特的六格的出糧結構 靈活這樣和一些很柔軟的直交的一些片 和去分糧的一些善業 可以令到那些糧又不會卡住 和可以很even的每一次出糧的份量 都適合我們想要的效果 而且呢 他還通過了超過一萬次的書糧測試 確保寬闊的那個書送的管道呢 可以順暢無阻地去出糧 高效防止堵塞 如果我老闆都認識這樣就好了 那就不用擔心因為卡糧而餓 你這個皇帝仔呢 沒錯啦 還有呢 他內置了三重蜜蜂的防潮保鮮 哇厲害喔 即是說那些乾糧放進儲存盒裡 是不用怕會潮濕了 變得不好色的 那麼大容量的設計 可以儲存到1.8kg的乾糧 1.8kg其實已經夠一隻成年的貓仔 或者一隻中小型的小狗 供應到15天左右的乾糧去用的了 很久了 那他究竟用什麼物料去製造這部機 你知道吧 孖孖孖孖會接觸到那些非食用的物料 一會兒那些物料影響到水怎麼辦 是啊 即是他們可能會連同出糧機一起吃 即是好像我也有時候會拿一本泉舌一起吃 是不用怕的 這兩部機都採用了一個食品級的接觸材料 所以就算真的哇他很粗魯 不小心咬了一些來吃了下肚 都不用擔心 不會對他的健康造成問題 那就真是很安心了 那小米智能寵物為食器呢 原價就是699 今日直播價呢 只需要549限量100部 而小米智能寵物飲水機 原價都是399 直播價呢 今次我們做到299元給大家 一樣啦 超級限量 100部 鬥快去搶啊 好啦 那去到這裏呢 我猜不少小米粉都在想著 為何還未介紹小米 Watch 大家不要罵我們先啦 絕對不是因為我們特意抽起不做優惠 只是因為優惠一浪接一浪太多了 要慢慢和大家選擇 所以呢 去到現在呢 就開始可以和大家介紹的了 那這隻呢 就是充滿視像感的 Watch S1 Active 哇好漂亮啊 因為呢 它擁有一個1.43吋的AMOLED高解障道螢幕 除了看時間之外呢 我們連完手機之後呢 還可以check message 還有做語音對話等等 它內置117個健身模式 以及19個專業模式 好像打籃球啦 網球 游泳甚至乎做HIT等 都可以記錄自己的成績 一隻手錶在手就搞定了 哇 真的很方便啊 而且它還是有一個5ATM的防水等級 就是說我就算帶它去游泳 一樣都沒有問題 還有當然少不了的就是 小米手錶裡面呢 我們很signature的一個功能 就是全日的血氧監測 以及24小時的心率監測 加上這個進階的睡眠監測 這個又監測 那個又監測 哇保證我超健康 再連接這個mefitness的一個應用程式 心率啊 體能啊 還有我的睡眠數據等等 日常的健康紀錄 都全部可以做一個詳細的顯示 提供到關於我健康的全面資料 在一個APP裡面就可以追蹤到 哇 還可以透過手錶去進行通話 原價1299元 那直播價都只需要999元 而每隻適限量100隻 不用1000元就買到這個頂級的手錶 真的很難得 是啊 如果有朋友說 不是啊我想入手一點 再入門級別一點的智能手錶 那這個的Redmi手錶 E-Lite就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因為它外形相對小一點 適合我們平時 搭配很隨便的出街啊 很輕便啊 就對了 雖然它是叫做Lite 但它都有一個1.55吋的彩色觸控螢幕 內置了大量的運動模式 同樣做到血氧的測量 24小時的心率監測等功能 那當然啦 叫做智能 只要連接專用的APP 就可以在裡面去檢視我們的心率 運動睡眠和其他資料 令我們可以更透徹了解自己身體的情況 這次雙十一呢 我們特意選擇了藍色版 去做這個優惠 原價都只是429元 而這次現在這個直播價呢 我們只是賣大包 111元 限量10隻的 現在就馬上開始了 嘩 不要想那麼多了 一百多元就可以買到智能手錶 即是去哪裡找呢 大家快點搶購吧 說了那麼久 是不是應該馬上玩一下遊戲 贏一下獎品呢 當然啦 觀眾朋友又是測試一下 你們有沒有留心聽我的講解 答對以下的問題 就有機會贏到小米手環7 Pro的商品兌換券 嘩好正喔 問題就是 以下其實哪一個產品 是可以進行藍牙的電話通話的呢 A就是小米的S1 Active手錶 而B就是Redmi的手錶Elise 嘩 再和大家介紹了就是這個為藍師們 整理而容的小米電動鬚跑S78 和保持牙齒健康的小米聲波電動牙刷T78 讓我介紹一下這個小米電鬚跑S78 它是小米手暴用陶瓷刀片的電鬚跑 這隻物料目前是廣泛應用於醫療護理的器材 嘩好厲害啊 配備了沾身的全方位PID演算法 去智能地偵測這個鬚鬚在哪裡 還有軍速控制技術 即使是一些無法農物的特別部位 也都能夠流暢地剃鬚 我們最旗艦級的一個電鬚跑 它是採用了全向的懸浮技術 和獨立的懸浮刀頭設計 配合這個緊貼輪廓全方位超貼面的刀頭 確保可以替乾淨所有的毛髮 而經改良的垂直懸浮刀頭設計 還可以有效抵消臉部受壓的力度 絕對不怕會刮損臉 嘩那小米這個電鬚跑 原價是699 現在限量100隻以直播價549元發售 買來給老公、爸爸都非常合適 是啊 那麼這個小米聲波電動牙刷T700 不知道又有多划算呢 牙刷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當然是碰著牙和碰著牙肉的刷頭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們先說一下刷頭 它的刷頭首先採用了一個 杜邦利隆超密集軟刷毛 可以廣泛深入牙銀的縫規去除牙跡 而且這個刷毛已經通過了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的標準測試 保證你是超級無敵安全的 慈願負星波毛刷摩打超強潔淨力 低噪音吸震每分鐘達39,600次的高頻率震動 實現強大而穩定的清潔力 有效虛除牙菌膜、牙石和其他污漬 還有啊 早上刷牙不怕吵醒家人 有觀眾可能會擔心這些電動牙刷 刷牙力度如果太大便會刷傷牙肉 因為某些電動牙刷未必有得調整力度 但是小米的T78牙刷手柄上就直接有制禁 直接可以即時調教刷牙力度的強弱 適合不同口腔的狀況使用 如果覺得那個調教想再精準一點 都可以 它還可以精準地控制一個無段式的變速力度 而且它還可以連接米家的APP 讀出刷牙的報告 以及完全自定自己的刷牙模式 滿足各種結牙的需要 哇好厲害啊 這個星波電動牙刷T78 原價是599元 而今天的直播價只需要449元 就買到最旗艦的牙刷 同樣是限量100隻 現在就馬上開賣了 快點買吧 其實我看看覺得這兩個產品都挺搭 不如一次過買完兩件吧 一套放在洗客手間裡用 很漂亮的嘛 哇 又漂亮又健康 簡直是享受到一個真正健康和科技的結合 來到今天最後一個問題 答對這個問題的朋友 有機會贏得今天的一個終極大獎 就是一個1,111元的現金券 只要你買滿2,222元 你就已經可以用了 就是半價 名額只有一個 你說是否值得 這個問題呢 其實就是用來測試一下 究竟哪位觀眾 經常留意著我們小米最新的資訊 來囉 問題就是 究竟以下哪一部手機 是最新的2億像素主鏡頭配置了 答案A就是小米12T Pro 而B就是小米11T 我也要搶答 我又想搶答 按吧 今天多謝大家收看我們的小米雙十一直播 搶答券的朋友 就記住 搶券只可以在今天用 換句話說 今晚11點59分之前 要買單 落單 加入購物車 以及成功付款 是最重要的 但不過除了今天的直播優惠之外 由即日起去到11月11日期間 小米官網都會有不同的優惠給大家 還有精選課品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馬上me.com.hk看看 好了 今天這個時間就差不多了 多謝Pearle 各位觀眾我們再見 拜拜